想象一下一个摆摊的大爷 竟用假画混进了富豪圈 骗走了八千万美金 这不是电影情节 而是发生在纽约的真实答案 钱培琛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人傻钱多还好骗呢 钱培琛1940年生于浙江州山 长在上海 从小呢就对画画情有独钟 90年代艺术作品可不如填饱肚子实在 画画呢就成了他的爱好 他大学毕业后去中学教书 认识了一位美术老师 两人经常一起研究画作 1981年42岁的钱培琛 带着1000美元去了美国 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深造 可他的画作风格在美国早就过时了 连册纸都比他的画好卖 美国的生活成本又高 钱培琛只好在街头摆摊当起了画家 就在他迷茫的时候 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1990年一对情侣看中了他的作品 让他临摹了一幅抽象画 给了他20美金 钱培琛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就此改变 这对情侣就是卡洛斯和格拉菲拉 他们看中了钱培琛的临摹记忆 开始大量购买他的作品 并且报酬越来越高 后来格拉菲拉提出合作 让钱培琛在临摹中加入自己的创作 虽然钱培琛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 但有钱赚 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 双方合作了近20年 钱培琛的作品越买越贵 有的能达到几千美金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几千美金卖出的画 会被卡洛斯和格拉菲拉 以成百上千倍的价格卖出去 这对情侣用钱培琛的画 忽悠了富豪们 说这些是朝向派大师的画作 他们甚至把画卖到了诺德画廊 这家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画廊 竟然也被忽悠了 以为这些画是真迹 画廊把画以83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按照当时的汇率 这可是6000多万人民币啊 这还没完 他们20年里卖出了63佛作品 售价高达8000多万美金 但纸呢终究包不住火 2011年一场离婚案 让这场骗局曝光了 因为富豪要离婚 想把画作拍卖变现 结果鉴定机构发现 这些画作都是赝品 这下富豪们森森要求退货退款 诺德画廊也被迫关闭 美国政府接着调查 格拉菲拉被判了9个月的居家监禁 卡洛斯也早就逃回了西班牙 而钱培琛 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办法证明 他和诈骗有关 再说美国法律允许仿制明家画作 钱培琛回到中国后 每次画画都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以防被人利用 这起事件虽然魔幻 但也让人深思 艺术已经脱离了群众 普通人连上当的机会都没有过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对于这些艺术品 不懂的人眼里一文不值 懂的人眼里简直严诚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